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我們署長 請沈署長 舊署長 委員好 蘇安好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其實很多家長都很關心 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長 我之前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到素食店的時候 小孩子指的都不是我要吃哪一套餐 他指的是我要那個玩具 所以我們家好多那個玩具 我今天本來要帶來的 這些玩具呢 我想先不論健不健康的問題 也不要論說這個花多少錢的問題 他很不環保 通常小孩子拿回去玩一天就膩了 所以你家裡 我相信很多家長家裡一定堆積如山 你要把它丟掉 就覺得可惜 留起來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小孩子 老實講也不太可能再去把它拿出來玩 而且這些玩具都做得很粗糙 所以他才會當贈品 我覺得今天 食品業者也好 超商也好 他們當然可以贈送贈品 鼓勵消費 以贈送贈品的方式 可是這些贈品的成本到底加在哪裡 是不是加在消費者的身上 如果他不送那個贈品 是不是他價格就可以下降 對不對 今天我們說素食業者好了 他同樣一套餐99塊 他如果不送兒童餐 假設七八十塊 那不送那個贈品 他是不是應該要把那個價格往下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或許其他委員他們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我個人的認為是說 今天不是說他們不可以贈送這個贈品 可是這個贈品 也要考慮到環保的一個問題 還有成本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站到環保署的立場 最重要還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吃了這個東西之後 到底健不健康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人會認為說是因為 要買這些 要獲得這些玩具 所以鼓勵大家去吃素食 素食吃多了以後呢 對身體的健康會有影響 造成所謂的肥胖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個是應該從食品安全去把關 就是說比如說你所有的這些產品 素食的產品 它的熱量的揭露 還有每天應該做多少熱量的這些 是對人體來講 是可以接受的這些訊息的揭露 那是一個飲食習慣的問題 其實不要講說這個素食店 我們一般的攤販 或一般的那種夜食 那熱量也都很高啊 它的食品 食品健康食品安全 到底跟我們的素食比起來 哪一個是對人體健康比較好 我覺得這很難比較 任何東西吃多了都有它的風險 一杯奶茶沒有問題 你一天喝十杯你就有問題 飯也是一樣啊 水喝太多都會出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飲食習慣的問題啦 那所以 署裡面或者行政院這邊說 針對各位委員所提出來 有關那個肥胖的問題啦 還有就是說要求 我們的這些業者啊 應該禁止以附贈贈品的方式來促銷啦 甚至有說在這個兒童的節目裡面 不應該去做這些廣告 我想我個人沒有任何特殊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還是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也就是說商業行為 它本身有它商業行為的一些手法 但是呢你政府機關你應該律定的 是一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過度的廣告的問題 過度廣告所產生的 不管是健康問題或者環保問題 政府應該要去把那個 那個限度把它抓出來 否則的話 很多商業行為 它能不能讓你這樣禁止 我不知道 這到底有沒有違反 違反其他的商業相關的法律 這又是另外一層的問題啦 因為畢竟衛生署 你是食品安全的主管機關而已 商業行為的部分還要不見得 是你們能夠管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問題應該去適當的釐清 那我也贊成說 你用所謂的國民營養法的方式 來做相關的規範 但是就好像剛才江貴政委員所提的 就是說這個法的草案 其實都還沒有到立法院啦 那在到立法院之後 還會多久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在這個之前 你的行政勸導 能不能做 對不對 你也可以找這些素食業者來喝喝咖啡啊 說拜託你們不要再送這些東西 你把那個價格啊 那個成本 反映到價格上面就好了嘛 為什麼一定要 要這樣子 有點 哄騙小孩子的味道啦 因為小孩子完全不懂嘛 那家長基於愛小孩的心態 或者不想讓小孩子吵鬧的心態 他一定會去買啊 沒有錯啦 沒有錯啦 你增加了業績啦 可是在家長的 的這個 心裡面 實際上是很不舒服的啊 會很不舒服啊 所以以前我又再三考慮要不要進到那個速食店啊 每次經過都快步經過啊 不敢進去啊 倒不是說不想花那個錢 而是說 我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 我如果要買玩具 我就寧可到玩具店去買嘛 專門賣兒童玩具的嘛 因為這些玩具還有一個安全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好 玩具本身 兒童的玩具 尤其在美國 他們對這方面是非常嚴格的 你今天要贈送人家玩具也是一樣啊 這個玩具到底有沒有經過 兒童安全玩具相關法規的 的檢驗 他可以送 對不對 萬一這個玩具 不小心被吞食了咧 好 還有這個玩具 他便宜 他的塑膠材質有沒有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是那個應該用另外一個法律來管 好 而不是說 全部都叫你食品安全來管 叫你食品安全來管玩具很奇怪啊 不是嗎 對 署長 我想這個我們會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問題 他實際上是也跨部會啦 今天 今天那個環保署也沒有來啦 那我是覺得說你們應該先做行政勸導 第一個最好就是不要用這種手法來促銷 第二個呢 他相關的這些玩具 他應該符合安全玩具的標準 第三個呢 最好是呢 能夠環保回收再利用的 我覺得這些原則應該要你們要去勸導這些業者 其實也不光只是數十業者而已啦 很多的包括我們的超商現在也都是用集點啦 每次去買東西要給你一個點數很麻煩啦 一要就直接送就好了 然後集到多少點以後然後送給你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管是什麼公宅啦 或者是什麼 很多人在收集沒有錯 可是這一些到底 環不環保 那他到底不符合相關的一些標準 對不對 他的材質到底有沒有符合標準 我覺得這些他都是沒有經過 一般正常商品的檢驗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有品牌的 玩具也好 商品也好 他勢必要通過商品檢驗局的相關檢驗啦 但是這些贈品他不見得啊 對不對 他可能就是超商自己就做了 就拿來賣了 就拿來送 他不是賣 消費者會注意說 啊這是贈品嘛 贈品我們也不要跟他要求東要求西的 要求符合所有的相關的國家標準 可是他有可能就產生傷害 啊另外一個 他製造了一堆垃圾出來 那這一些為什麼不直接反映到 消費者的那個成本上面 啊這產品的成本上面 反映到上面嘛 降價嘛 這是我們現在消費者最希望的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在相關的法令還沒有律定之前 我主張啊 行政部門包括衛生署 包括環保署 包括經濟部 甚至管這個市場交易的 應該 去用行政勸導的方式 趕快去勸導 不要再做這一些行為 包括那個委員 那個行政勸導已經在執行了 啊有沒有成下 大概只剩下一兩下 大概大部分都有 他們有沒有承諾 他們有沒有承諾 他們有沒有承諾要配合 有大部分的都配合 當然目前這少數幾家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小數幾家要把他公佈姓名嘛 是我們會繼續努力來保護 對不對 這個 如果對我們消費大眾來講 是一個保障有利的東西 政府不用怕嘛 你就去做嘛 那如果業者不配合 我們就公佈它嘛 對不對 不要再說傷害我們的小孩 然後又讓家長去 那荷包縮水之類的 大家都已經 這個 錢很難賺啦 但是花這種錢 有時候是心不甘情不願 可是小孩子不知道 所長這個麻煩你啦 是 謝謝 謝謝 好 請